大家好 歡迎收看柏林不一樣 我是Elvis 我們現在已經在漢堡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入住的飯店 叫做Premium Inn 打擾囉 哇 只有看到別人的公寓 然後它這邊呢 我覺得蠻簡單的 可是造型整體是摩登啦 就是非常有現代感 只是那個燈 弄霓虹燈 有一點點像那種來QK的飯店 都還不錯啊 你看它也是雙人床 然後一個大電池 還有這個書桌 我們就可以剪片幹嘛啦 然後它一樣也是有附茶水 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吹風機 喔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民宿啊 或是飯店 它都沒有附這個吹風機 像我們要做造型的話 沒有吹風機怎麼出門啊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浴室的 哇 它的浴室跟我想像的好不一樣喔 它的浴室怎麼會是這樣 它沒有浴缸 對 它沒有浴缸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耶 這個 那它的水在哪裡 喔 在這裡 喔 原來 排水口在這裡 這個折疊式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設計耶 我有嚇到 喔 好餓喔 剛睡醒 要做什麼呢 當然是要來吃早餐囉 當然是要來吃早餐囉 那漢堡呢 有一個最有名的麵包叫做 Franc Brissian 就是法國麵包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吃吧 哇 這排隊人龍真是很長耶 可見應該是蠻好吃的 終於排到了 這個呢 就是Franc Brissian 那在這間店它有四個口味 一個巧克力 一個奶油 然後一個素的 還有一個本舟之星 它就叫做本舟之星 就可能他們每一個禮拜 有不一樣的口味 但我覺得很便宜耶 巧克力的1.6歐 然後呢 本舟之星1.9歐 那據說啦 當初呢 是19世紀的時候 拿破崙來到漢堡 那這些法國士兵呢 就很想念家鄉味 所以呢 他們就拜託漢堡的麵包師傅 去做一個 屬於他們法國人的味道 所以呢 他們就研發這個漢堡特有的 Franc Brissian 就是法國麵包的意思 這間店也算是一個名店 因為呢 它1964年就開了 而且啊 他們有多次得到 最佳Franc Brissian的美名喔 所以它這間店算是法國麵包界的家的 那我現在就要先來吃吃看這個 本舟之星 好香喔 我跟你講 愛吃甜的人啊 一定要來吃這個麵包 它裡面呢 就是滿滿滿的肉桂 然後又有很重的奶油味 那它上面還有再塗一層糖霜 它上面這一個呢 是烤碎屑 用麵粉下去 過奶油 然後下去烤的 它的英文叫做 Apple Crumble 上面的 Crumble 英國的甜點 所以它是英法混德 這家肉桂很德國 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混血兒 真的好好吃喔 一般啊 吃德國的這種麵包啊 很乾 看那個不行 你要喝一瓶水 可是它這麵包非常的濕潤 但是它的口感又不像台灣的麵包很Q彈 它是紮實濕潤的 跟台灣的麵包口感不一樣 巧克力的口味看起來就沒有那麼豪華 哇 我這肉桂味是十足耶 而且搭那個巧克力很合 巧克力還微微苦苦的 香香的 再加肉桂那麼重的味道 整個其實很有聖誕的感覺 它這個雖然叫麵包 可是吃起來滿有層次感的 我可以理解拿破崙吃到德國麵包的驚嚇 所以他拜託他們作為一個 比較有法國風味的麵包 它這吃起來就很像巧克力發送 只是加了很多肉桂 然後比較扁平 比較大一點 符合德國人什麼都要大 它這個大概一個是三個 croissant吧 它真的是好吃 然後剛起床我頭還很暈 怕吃飽了就想睡覺 所以點了一杯咖啡 它這邊咖啡也滿便宜的 這麼大杯才2.6歐而已 剛剛就是 我跟你講 剛剛突然就有一個路人跟我說 用餐愉快 可是如果在柏林根本沒有人會理你 然後我們剛剛在點餐的時候也是 店員非常非常友善 即便他們那麼忙喔 那也是很熱心的跟我們介紹 如果在柏林的話 我跟你講你不要想了 你多問他一個問題 他就會給你臭臉 我們現在在這一區呢 叫做葡萄牙區 就是因為以前啊 很多葡萄牙的商人或水手 然後來到漢堡之後呢 就在這邊定居之後 就形成了這個特別區 那這一區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葡萄牙菜餐廳 那來到漢堡呢 不吃一些海鮮怎麼可以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吃這一家 你好里斯本 是這一個 葡萄牙區最自盛名的餐廳之地 我們現在中午時段來啊 是點商業午餐 然後他的商業午餐啊 是從8.9到13塊左右 也太便宜了吧 有肉有魚 有義大利麵 很豐富耶 重點是 他還有送麵包 那他這個麵包可以蓄嗎 可以蓄啊 加錢啊 沒有什麼是不能蓄的 他這個醬是蒜蓉優格醬 好好吃喔 蒜香味非常足夠 可是呢 因為是優格醬 所以不會覺得很油很膩的感覺 我已經整個聞到大蒜的味道飄過了 看起來 我的魚肉盤來了 他這個紅蘿蔔看起來好好吃喔 油亮油亮的 很軟 然後他是烤魚盤啊 他有烤鮭魚 然後烤小卷 然後還有一個呢 他叫做 每日精選 就是每天都是不一樣的魚 那我也沒有問他是什麼魚啦 可是看起來 有點類似鮮魚吧 我也不知道 我先來吃吃看他的鮭魚 他外面烤得硬硬脆脆的 裡面鮮嫩多汁 而且非常甜 非常新鮮 而且裡面很多油 在嘴巴裡面這樣流 哇 這簡直是小美人魚大爆發 你這個叫 小美人魚海底世界之塗層 對沒錯 鮭魚也太好吃了 再來吃吃看小卷 雖然說這小卷給我感覺有點塞牙縫啦 理想中他應該放個五汁吧 好 不好新鮮 在柏林大部分是冷凍的 而且常常都會有一個腥味 因為是冷凍的 可是他這邊的小卷完全沒有腥味 這吃起來就跟台灣的海鮮很像 超好吃的小卷 他又嫩又Q 然後有那個小卷的香味 我發現他的配菜給了很多耶 非常多 然後我忽然發現我太餓了 我居然忘記零檸檬 我魚都已經吃掉一半了 沒關係 Better too late than never 我現在來吃他的美日精鮮魚 好Q彈喔 還是魚好好吃喔 我以為是鮮魚 結果不是 你這樣會不會吃得很狼狽 表示很好吃啊 才會狼吞虎 真的很好吃 其實這盤才11.9 根本是不可思議的價格 在柏林啊 光一塊鮭魚排就不只11.9了 你看 我點的是西班牙燉飯 因為我平常呢 就很想要吃西班牙燉飯 可是都是做海鮮版的 今天讓我看到這家餐廳 他竟然有做素版的西班牙燉飯 所以我就點了 那因為我這個呢 不是商業午餐 所以價格就稍微高了一點點 這一份的話是16.9 但是他分量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還蠻多的 而且啊 我要點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要等30分鐘喔 你OK嗎 我就說可以 表示說 他們這不是預煮好的 他們是真的 從米把它煮到透 差點跟西班牙燉飯的一樣的錯誤 我好檸檬 基本上素的應該不用擠檸檬 他今天會海鮮 少囉嗦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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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煮得非常非常的入味 那個米啊 滿滿滿的 都是薑黃 然後帶一點點半紅花的味道 那他們這邊的燉飯呢 就是非常的歐式做法 米心都是有一點點硬的 不是像台灣的話 台灣的燉飯都會煮到很軟很軟 所以他吃起來的米是比較有嚼勁的 如果這個燉飯在台灣的話 可能阿嬤會覺得這個不熟 這個米心不熟 然後在這邊的話是非常正常的 好好吃喔 你說沒有海鮮不需要擠檸檬 我跟你講 那檸檬醬淋在上面啊 真的有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吃進去呢 有一個酸酸的味道 那他素的裡面的料的話 其實也蠻豐富的 有櫛瓜 花椰菜 甜椒 還有紅蘿蔔 然後還有蘑菇 其實就是基本款啦 基本上 昏了就是把所有的 能想到的海鮮都丟進去 素的就是把能想到的蔬菜都丟進去 對 那你這樣是不是很虧 因為昏的通常上面都會放蝦 放貝類對不對 好好吃喔 好幸福喔 我終於吃完了 就快馬鈴主 我真是沒辦法消滅它了 然後剛才那個阿伯 看我點這個啊 他跟我點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阿伯也非常好奇 到底今日特選魚是什麼魚 他就跑去問那個服務生 結果原來今日特選魚是野生鮭魚 所以我今日的魚盤就是 水族館養殖的鮭魚 還有鮮羹 還有海裡捕的鮭魚 所以這證明了 不管你是野生的鮭魚 還是養在水族館裡面的鮭魚 都逃不過山明的嘴巴 我吃到肚子快要爆炸了 可是因為它這麵包太好吃了 所以我想說幫它吃完 畢竟是免費的嘛 不失敗不吃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已經在漢堡港了 那我後面呢 還有丁丁有名的 畢北愛樂廳 那一棟建築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來漢堡 我都覺得有一種回到高雄的感覺 因為高雄旗巾也是有一個旗巾港 因為你看那邊過去 我就看到很多渡輪啊 然後很多船 有這種回鄉的味道 如果我是住漢堡的話 我會不會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出國一樣 會 因為你們高雄也蓋了一個 超大的衛舞營音樂廳 對啊 所以其實很雷同對不對 對 你看這艘船很酷耶 它上面寫是可以讓你玩密室逃脫的耶 在這麼大艘船裡面玩感覺很厲害 還是是可以免費參觀啊 因為很多Lina在那邊耶 它從下面看真的是超級大耶 然後我剛去看了一下 原來它是博物館 那一張門票的話是6歐元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進去走一走 在船上演什麼 King of the world 演一下鐵達你好 可是我今天真的吃太飽了 我怕我上去呢 演不了螺絲 我會演一個暈穿的 阿嬤 暈穿阿嬤 從頭出到尾 哇 這邊看起來真的很像淡水耶 而且啊 這邊啊 賣的各式各樣的小吃 有沒有 滿滿滿都是人 你就可以坐在這邊呢 吃小吃喝啤酒 然後欣賞美景 不過啊 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是啊 這邊70%都是賣魚的東西 像台灣的淡水老家 就賣各式各樣的東西 什麼冰淇淋啦 阿雞啦 魚丸啦 還有酸梅湯啦 還有各式各樣的什麼夾娃娃雞店 還有阿婆鐵蛋 就是很多東西 可是這邊呢就比較單一 但是我覺得整個氛圍啊 其實有一點點像高雄 結合淡水 還有一點基隆港的味道 我不覺得嗎 基本上就是把台灣塞滿外國人就對了 我跟你講 我最喜歡逛這種紀念品店了 然後發現這漢堡廣賣的東西很特別耶 你看這個杯子 你知道這是什麼杯嗎 平常啊我們去那種紀念品店啊 他們賣這種杯子啊 都是馬克杯 可是這邊不一樣喔 這個是鋼杯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喔 你不要假 因為水手他們在船上都是用鋼杯 才不會打破 不然你用馬克杯的話 是不是馬上就打破了 沒錯 所以呢 他們這邊很特別耶 很用心耶 有注意到 然後就賣的是鋼杯 很融合當地的文化 很動物耶 我剛才猜對了有獎品嗎 有我的飛吻一個 好噁喔 好了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到了 為什麼要走這麼遠 走很久走到底耶 因為在我身後這家店呢 叫做Bru Kuchen 它是在漢堡港啊 最有名就有名在賣鮮沙堡的 它的一個呢要要價12塊 你看喔這麼貴的價格 後面還這麼多人在排隊 你就知道它有多厲害了 我們現在走了這麼久 你應該也消化差不多了吧 我覺得好像可以再吃了 好 那我去幫你點 它那個鮮蝦堡 很多小蝦喔 是你在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你看我點了這個 來孝敬老公 我跟你講啊 這個是來漢堡啊 必吃的 Northy Carbon Ritian 就是這個北海小蝦 然後夾Ritian麵串 大家都說啊 來漢堡一定要吃這個 尤其是要來這家10號店 我跟你講 它在Google禮物上面啊 是排行最高的 這也太多了 這很滿耶 它上面呢 就是一個普通的德國麵包 然後塞滿了北海小蝦 北海的蝦子果然不一樣 它的蝦的味道一點都不鮮 有些人可能以為說 蝦人吃起來會很Q彈 其實沒有 它是軟的 下面還有美乃滋 非常好吃耶 我之前有聽說滿多人說 它這個小蝦子漢堡吃起來沒有很好吃 哇 這麼好吃 這人間美味耶 覺得不好吃的人可能本身就不喜歡吃海鮮 這真的好好吃喔 好滿足喔 它這個有密集恐懼症的人看到有一點可怕耶 真的 有一點像腦 我這個沒有密集恐懼症呢 聽到你這個說就覺得很可怕了 它這個非常不便宜 十二歐 十二歐OK啦 這個蝦很多耶 可是它賣的比所有整排來 自己二十家都還貴 整排入主下來呢 所有平均這個麵包都是九塊錢 就只有這家賣十二 名店嘛 名店就是不一樣 在台灣也是名店可以賣的比較貴啊 你看它那個排隊的人容知道啦 只有這家在排隊的 只有這家在排隊 排很長 吃一個這個真的就飽了 吃一個這個整家還能吃什麼 我跟你講吃這個晚上會並不要叫 吃這麼多蝦子 你看這個渡輪超美的耶 如果你們來這邊晚上想要浪漫一波 也可以訂這個渡輪的餐廳 然後它就會開 就帶你遊這個漢堡港 然後你在裡面呢 就可以享受燭光晚餐 然後配著漂亮的漢堡港警 真的是不錯耶 大家都知道漢堡牌呢 傳到美國之後 被美國人發揚光大 到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漢堡 可是你知道是誰 把這個美式漢堡帶回漢堡嗎 就是我身後這一家 它在1973年的時候呢 是第一個把美式漢堡 帶回漢堡娘家的人 那我們來到漢堡呢 怎麼可以不吃漢堡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進去吃吧 我們介紹過柏林的丹丹漢堡 現在來介紹漢堡的丹丹漢堡 你不覺得它的裝潢真的很復古嗎 就很像那種美國的Diner有沒有 整個感覺好像在影集裡面 用的是真正的餐具耶 就不像麥當勞那種素食 你就是揉一個紙盒 然後這樣拿起來吃 這也太優雅了吧 我單點這個漢堡啊 9.6喔 它升級成套餐呢 只要這家4.5 就有飲料跟薯條 很划算耶 我到底要用刀叉 還是拿起來吃啊 我覺得拿起來吃比較快吧 真的嗎 看拿起來吃會掉整個都是耶 放棄 我覺得用刀叉吃更災難 它麵包超級軟 非常軟 是蓬鬆咬下去會彈回來的那一種耶 這個好台式口味喔 它感覺是那種早餐店的美乃滋耶 我好喜歡喔 超愛耶 因為你知道我們吃東西的口味 跟歐洲人很不一樣 可是它吃進去好像有回到台灣的感覺耶 你看 我的東西已經掉滿地的 所以它才給你刀叉嘛 它這個素排是由馬鈴薯去做的 原食材去做素食的漢堡 如果你想要吃植物肉的話 它也是有提供的 你就是加兩塊換而已 可是我會建議你們吃原食材的啦 真的很好吃耶 有一點讓我很驚豔 就它漢堡裡面有放芝麻葉 我超愛芝麻葉的耶 因為芝麻葉呢 它有一個微微的苦味 然後你再混美乃滋一起吃啊 它的味道層次就比較粗的來 看它的薯條啊 它這個是不是自己做的啊 它有帶馬鈴薯皮耶 好酥脆喔 這個完全不用沾醬就非常好吃耶 跟麥當勞的吃起來完全不一樣耶 它這個真的是吃得到馬鈴薯的原味 那無肉不歡版呢 當然就要點它裡面最大的 BBQ漢堡 它除了有125公克的牛肉 它上面還有超大的培根 它這漢堡牌好厚喔 而且它的培根非常大片 不會像平常有些漢堡店家培根 是加上那種細細的 它就是一整片粗粗的 它的牛肉是Q的 很Q 口感很足 再配上它的硬脆培根 看它的BBQ醬 整個就覺得好像自己到德州一樣 你看它的肉多厚啊 它的培根多酥脆啊 就讓你真的有夾醬肉的感覺 最棒的地方 其實在它的肉 它的料 和它醬的融合 應該醬就是完耶 它的BBQ醬醬超好吃 它這漢堡真的太juicy 醬太多了 然後它肉排又太厚很重 一直往下滑 所以我現在試著當一個 Gentlemen 用刀叉吃 我終於把這個漢堡吃完了 今天一整天吃下來 我們真的是戰力十足耶 每個東西都吃好吃嘛 所以啊你們下次知道 要來漢堡吃什麼了吧 那如果你有來過漢堡 你最喜歡的漢堡美食是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那看完影片還沒訂閱的話 拜託拜託 訂閱按下去好不好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